中文字幕志愿者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跃成为海滨邹鲁 这之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他就是欧阳瞻 泉州市区修缮一新的小山丛竹书院内 有这样一幅营连 事业精邦 民海闲才 开启运 文章华国 温邻甲地 破天荒 这幅营连出自大儒朱熹之手 描述的就是闽南地区 历史上第一位进士 欧阳瞻 近江九十九西沿岸的千年古村 潘湖村 这里是欧阳瞻的家乡 随末唐初 江西文市欧阳博善 移居潘湖村 欧阳市在此地开枝散叶 庄严的婆湖宗祠在唐朝的时候 正是欧阳瞻府邸的所在之处 2018年海内外欧阳市 就是从潘湖外迁出去的欧阳市 跟我们潘湖黄市 合起来重建婆湖宗祠的后殿 那这个后殿我们现在命名 欧阳瞻古籍 欧阳市的这个牌位 祖先都供奉在这里 欧阳瞻出身地方官吏之家 他在潘湖村度过了 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不过 孩童时期的欧阳瞻 却显露出与同龄人 截然不同的特质 瞻 不以孩小时候 不以众童倾向 欧阳瞻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人家孩子在晚耍放放针 他在读书 长期一篇旺规 经常拿一本书 到了差不多晚上了 差不多晚了 还日末上流 还在那边读书 九十九西从潘湖村穿行而过 少年欧阳瞻便经常带着书卷 乘坐小舟 到不远处的河滨山畔 送读 银诗 位于静阳湖西侧的银笑桥 就经常传出少年朗生读诗的声音 这一照桥 唐朝的时候是木桥 到了宋朝的时候 改成是个石桥 为了既然欧阳展台 并养银笑桥 银笑是高生朗诵 高生朗读 当时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奇怪 这个孩子怎么是这样 他的父母特别的担心 和周围村民的眼光不同 当时的福建观察室 长滚 泉州刺史 席巷等人 却对欧阳瞻 亲眼有加 华侨大学副教授 刘以荣 最近正在研究 与欧阳瞻有关的课题 在一些迎来送往 在一些文学文坛的交流 包括在政治上的一些交流的过程当中 席巷跟长滚 都是历见攀扶的欧阳瞻 他就跟社会的名流有很多的了解 他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所以他就门花一种考取公民 进入主流社会 为国家建功立业 唐真元二年 七八六年 三十一岁的欧阳瞻 收拾好前往都城长安的行囊 踏上赶考之路 天长地阔多齐路 身即飞鹏共水平 匹马江区岂容易 弟兄亲故 满离亭 与家乡的亲友一别 就是六年光景 欧阳瞻在长安过着穷困的日子 但却没有放弃读书写作 终于在唐真元八年 七九二年 摘取靖世第二名 首开八名科地 因为同榜之人是贾陵 韩玉 李冠等全国文明的才子 兴唐书称为龙虎宝 打破了泉州地区学子近两百年 无人重进史的历史 后世称颂 破八名文教天荒者 乃名人欧阳瞻 欧阳瞻高中的消息传回家乡 在潘湖村引起轰动 乡亲们纷纷把巷 道 唐 湖 山等 以欧字冠名 来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创举 这个塔实是建立唐朝 当时唐朝的时候 我说欧阳瞻经常到这边来读书 这个塔我们村叫做凹塔 还有叫潘湖塔 欧阳瞻的地名有很多 好像我们小学的操场是欧布 现在的支付院的门口 以前有一个食堂 叫做欧堂浦 远处还有欧处街 欧石山 很多地方 这些地名就是为了自己的欧阳瞻 不仅是潘湖村 南岸的施山 泉州的甲地巷 青原山的欧阳书氏等地 都是后人以地名命名的方式来铭记 欧阳瞻 作为泉州地区第一个进士 欧阳瞻在敏地播撒了文化的种子 对于振兴泉州如学风气 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人尊他为敏学鼻祖 一批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 在榜样力量的激励下 开始鼓足勇气参加科举考试 从欧阳瞻开始到清末科举制度废除 竟将涌现文武进士 一千八百五十三名 科甲之胜冠绝闽南 对后世的影响 他不仅仅在考取一个公民而已 他在考取公民之前 他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学问 而且在当地已经有很多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力 不单单是局限于泉州 他的这种文学活动 跟他的这种政治活动 那么对于泉州文明程度的提升 也是功不可没 所以他对家乡观念的改变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泉州市博物馆内 收藏着一方 镌刻着不二的墨边 这是后人 从欧阳瞻存世不多的墨堡中 摘取出来的两个字 不二与欧阳瞻的故事 就藏在不远处的 小山丛竹历史文化主题公园之中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池堂 是泉州的不二池 也叫欧阳行舟现生池 就是欧阳瞻的池堂 这一块牌边说的是 欧阳瞻他是泉州第一个祭祀 开创福建文教事业的死心者 福建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 这一块不二的牌边 就揭示了欧阳瞻在福建历史上 独一不二的攻击 不二贤堂 银锅铁画 论当年和班研柳欧语之列 侯强言认为 欧阳瞻书法艺术成就 可以媲美唐代 这几位书法大家 唐真元十五年 七九九年 欧阳瞻得受国子间四门助教地址 主要从事官学的教学辅导工作 这对于正直壮年的欧阳瞻来说 并不是一个可以施展报复的官职 但是欧阳瞻 容然兢兢业业 为国家选才 他这个曾经率领 国子间的学生 向朝廷举建韩语 当四门博士 这个四门博士 是比欧阳瞻的四门助教 官职来得高的 欧阳瞻这个推荐韩语 他主要是 他个人一个重贤己才 唐常有人评价 自从唐代设立四门助教以来 几件闲才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举贤不必亲 对于来自家乡的有志青年 欧阳瞻并不只是一个科举的引路人 在他们失落的时候 欧阳瞻还会写诗劝慰后辈 这首习十八回落地诗 是欧阳瞻写给这个习回的 说的是一个有报复 但求学无国的少年 印含了欧阳瞻 对习回的一种取习和鼓励 认为他虽然落地 但是他很年轻 相信他是大气晚成 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 在文学上 欧阳瞻反对堆砌死早 刻意堆胀的偏文 而知识韩语导演发起的古文运动 提倡文词简洁生动 层次分离 他为人和创作的核心内容是中性 从他著作里面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文艺观 是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 强调文章文字兼美 他的文章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 立德立行 积极入室 对帝王要求呢 就是要以德治国 借交借舍 詹虽未得位 其名声流于人人 其德行信于朋友 诗人韩语挥笔写下 如气如素的欧阳生爱死 那时在真元十六年八零零年 他的挚友欧阳瞻 粗然病逝于长安 四十余年的生命 虽然短暂 但是欧阳瞻却留下了父 诗 记 论 多种体材的文学作品 现如今 无论是在静江池殿 潘湖村 还是欧阳瞻后人 聚居的英林三欧村 都在传颂着欧阳瞻的故事 欧阳瞻 我们这个三个文化工的 这些雕像 是东代欧阳瞻 欧阳瞻是我们 专周 开专周文学生 我们专周的 在专闻 真实就是 应该开始起发的 欧阳瞻 敢为人心 背上赶考 围观后 积极举现人才 他为福建的学子 提供了一种 崭新的人生可能性 启蒙了 众农乐商的敏地 对于读书 习文的兴趣 欧阳瞻 就像经过 两汉六朝的 漫漫长夜之后 出现于黎明时的那颗 闪亮的启明星 不仅是第一位 为敏文化 迎来光明的文化大家 而且 照亮了敏仁 后来的文化发展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6处文物保护单位 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址 遍布尽降 文化瑰宝 绚丽多彩 安平桥 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粮食石桥 早在800多年前 它以强大的运输能力 构筑起海路复合交通网络的重要部分 注射的泉州港呢 后来的整个很东方的第一大港 瓷造窑 曾经的中国东南南海 重要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 瓷造窑陶瓷的身影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兴落起步 迄今为止 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 年代最早 船体最大的远洋贸易商船 南海一号中 便占有成匹瓷造窑陶瓷 瓷造窑 产品在这个村庄陶瓷机当中 非常醒目 非常重要 占有相当的数量 面部淡青 手显粉红 服饰灰白 草安模拟光伏造像 巧妙地利用岩石中 三种天然颜色 凿克而成 而它身着宽秀对筋道袍 做莲花之上 背后十八道放射状波形文士 形象可谓世上绝无仅有 人们去给它一个评语 叫做道貌活生 吸收当地的一些宗教成分 不同的文化交流 互建 共生共荣 共同发展 更多尽将文化归宝 敬请关注 请关注